字幕志愿者 记报效应的最后一天 以及所看到MCI季度调整里头 所发布的讯息到底是如何 这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关键吗 也得出稍后要特别讨论重点 马上为您邀请到现场来宾 首先为您教师 顾德投赋分析师 程敦玉 敦玉姐姐早安 首先早 各位投资朋友 大家早 以及为您教师 德行政区分析师 林幸福 幸福早安 主持人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早 是我们欢迎两位来到现场 那么再稍微就要持续锁定了 先来看一下 三大法人进出股市的概况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 万资券部分的话是反卖为买 买超不多 买超有35.46亿元 可是形成是一个小幅度的土洋对坐 合计三大法人还是买超有19.83亿元 这是在法人圈的进出 在散户的资讯变化 早怕怕开高增长走低之后的话 融资有些递减 减少了7.33亿元之多 来到210017亿元 融券招数则增加有6,864张 来到34.2万张的位置 至于在台子旗的动向里头的话 在外圈难得又看到多单的加码 加码了3756口 又重回16000口之上 来到16110口之多 倒是在自营商方面的话 这个空单是加码的 对不起 是一个多翻空的格局 来到1743口这个空单的位置 这是在整个自营商的操作动向 也来补充到的是 在欧美股市的收盘行情 欧美股市收盘行情的话 道琼林三天写下这个收盘的新高 虽然在昨天涨声的幅度力道的话 上涨20点而已 可是NASDA却下跌了13大点 这废半也成是一个小幅度下跌 下跌四大点之多 在德英发方面 出现了谈升幅度的力道 好 也马上要补充到 是在雅股的行情 雅股市开盘一条日韩股市的变化 日本股市下跌42点来说 开出下跌42点开出 丰田汽车终止跟Tesla的 供应合约的关系 这个原本从合作 尤其在整个电池这一个部分 变成是一个竞争者 为什么看坏整个Tesla的后市发展 所以今天相关Tesla 相关概念股部分 也要特别留心了 在日经指数方面 也要来看到韩国股市 韩国股市的话 曾经是一个小幅度开高 开高0.47个百分点 传难冲击到之初 韩国经济成长 恐怕是一个不保的情况 马上锁定财经头条 好财经头条的做中途 开始的话 看到在笔店代工大厂 仁宝跟大同仲裁案 结果出炉了 结果仁宝追讨金额 只拿回了三成 任劣到第一季 损失高达了47.3亿元之多 让仁宝上个礼拜 才刚刚公布的第一季财报 油盈转亏了 第一季从原本税后 纯益24.66亿元 变成是亏损22.64亿元 每股EPS来到了 负的0.53块钱 上礼拜才开开心心 在法售会上宣布 第一季财报烂运的人保 13号营收突然猪羊变色 从赚了24.6亿元 单届EPS0.57块钱 一瞬间变成亏损22.63亿元 每股随后亏损来到0.52元 就是因为和大同的仲裁案 结果出炉 那因为仲裁案是裁决 公司采取保守之会计原则 将于103年的第一季 先行任劣 会实现减损损失金额 也为新台币47.3亿元 仁宝在2009年赤字70亿元 参与大同旗下面板厂 华印的私募案 吃下了70%股权 三年后仁宝要求大同 买回华印持股 不过大同迟迟没有领约 仁宝正式向大同提出仲裁 目前最新判决 大同需要分三期 总计21.19亿元金额 向仁宝购买华印私募股份 但仁宝的追讨金额 只拿回三层 因此第一季任劣损失 高达47.3亿元 才会让已经公布的财报 邮政转付 受到大亏消息影响 仁宝股价爆量下沙 盘中跌到逼近跌停价位 脸色铁青 仁宝强调未来对判决不利的部分 还会寻求法律的救济途径 三兄会计示范调报道 好 在仁宝的部分的话 听起来是一个利空消息 可是您知道吗 光外出圈的话 昨天一天逢地价码有1万多张 那么这个买盘力道 到底它昨天点在哪里 包含在金仁宝集团的部分 我们透过画面来看一下 仲裁失利之后 仁宝买近10万张库藏股 在今天积极利多所在 第二个所看到 第一赚钱变成赔钱了 任劣大同案裁决 损失有47亿元 每股亏了0.53块钱之多 公司也表示说 对于现金流没有影响 而且配息一块钱是没有改变的 外出圈 现金流成形是一个相挺的情形 买账人宝而且是减便宜的动作 金仁宝集团里头也摆脱 这个包袱 像威宝跟华英部分的话 白猴背后0 那么相关的一些买盘 或股价表现的部分的话 是不是跟着有这样一个机会 我们透过画面来看一下 仁宝季报的大逆转 任劣大同案的裁决损失 47.3亿元上级是有赢转亏了 从挣的0.57变成是负的0.53 这来回差金质 公司表示说对于现金流没有影响 砸60亿买10万张库仓库 重要的是昨天外出圈是大买了 13736张 好 幸福 这个观察里头的话 利空来袭却是一个大买机会 像当时日月光一样吗 这个买盘力道来到这边的话 反而是投资朋友可以有跟进的机会吗 好的 我想刚刚这个苏田哥有提到 其实这种所谓一次性的 突发性的一个利空 像上次的一个日月光 就是他在高雄的一个K7场被停工 其实后面我们回头来看的话 发现其实外资也是在那个时机点 其实他逢低做了一个布局 股价确实也是从那个时机点上 慢慢就往上攻 我想人保这一次的一个事件 其实也是来得有点突然 本来想说大家觉得 他第一季的一个机宝还满亮眼的 反而昨天盘中传出来10点多 他把这个资讯上传到这个 交易所的这个公开资讯站之后 股价昨天人保就开始往下滑 不过我想从今天的这个报纸提到的几个观点 我想一个是所谓第一次 一次性的这个业外 所以说他其实对本业来说并没有影响 第二个他是属于 因为他之前这个70亿你已经早就付给滑印了 所以说其实他这一次呢 这一次的这个亏损并没有所谓的一个现金流出 那他也强调说我这一次这个1块钱的这个现金鼓励 还是要持续的做一个配发 如果说以昨天大概20块出头的一个股价来说的话 其实这个现金殖利率大概也有接近5个percent 其实也还算不错 那当然我是觉得以过去 这个大同集团的一个状况来说的话 我想很多散户朋友 不管是之前做这个大同 还是之前做这个绿能的股票 我想其实很多散户朋友 都摘在这一家公司的这个手上 然后你看现在连这个大老板都摘在大同手上 其实以我过去的经验 大同是电锅不错用 但是股价的部分我还记得 好几年前那个董事长就是那个林卫山先生 好几年前刚好那一年太阳能大 他说绿能我今年要赚10块 EPS要赚10块 结果数字出来变赔十几块 股价从大概150 60跌到剩十几块 那我是觉得以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状况来说的话 其实这家公司蛮有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 那今天我想那个仁宝这边决定 快刀转乱马 不要再让它够够地下去 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至少不要说让这个一个70亿 反正钓在那里拿没赔 那不如看能拿回多少多少 有时候就像我们这个在卖东西一样 你刚才我去披一个鞋子和衣服来卖 刚才没中期嘛 你与其断尾求生 把一些钱拿出来可以去做别的运用 那你不如说赶快把它处理一下 不然的话一笔钱卡在那里 他也不还你也不怎么样 就是硬给你拖其实也不是办法 所以我认为仁宝这次的做法 快到转让马 而且他在第一季就把这个财报做一个重编 如果说他不重编 可能第二季还是要打这个亏损 所以我是认为这样子的做法 第一个给投资人信心 第二个他又强调 我今天开始要买10万张的库仓股 我是觉得公司在这一方面可以说 第一个相当的积极 而且对于这个股东的一个部分 我想其实也是有一定的一个交代 另外昨天外资也是逢地大买 所以我认为今年的一个金人宝集团 应该是有相当的转机性 的确这个金人宝集团部分 尤其徐总董事长的话 这次在了一个大跟斗 我不曉得会不会觉得意外 事实上在大同级的部分 20年前参加过他们的法说 那时候老董事长还在 但是我也亲眼看过 有人用眼神指使着 现在的董事长说些话做些事 真的是这个样子 在大同级的部分 那么另外我们想听到 再解析点观察 这个人宝结团部分的话 这个买盘看起来外资券已经跟进了 对于投资票而言的话 会是一个好的机会吗 我觉得是不错的 如果大家看本业来讲 它是开始赚钱的一家公司 我觉得外资他看是看本业 然后我们要讲说这个案子 其实拖到今年拖到明年 最后都是要解决 因为这就叫做仲裁 他可能给他的金额 就是当初的华印剩下 可能是当年的再三分之一的价格 已经跌到一块多 可能当年大概是五块钱吧 大家其实就是以这个当初的市价 到底怎么买回来的一个定价仲裁 所以这还是有得玩的 但是我觉得人宝至少在这地方 本业是赚钱 如果大家也在看的话 另外一家店子五哥 他虽然今年是赚一块多 但是他靠的是会退收益 如果你看他本业 其实同样加大业大 本业能够赚到这些钱的话 实在来讲的话 代表他的转型是有成功的 所以我觉得外资在这个地方而言的话 他基本上买他 而且他宣示他可以用460 他的他用460亿买库长 那就告诉你 他至少有约当现金有这么多 一家公司现金有这么多的来讲的话 至少他是安全的 好 这是在总人宝的部分 事实上在现在很多潮是一个集团股的 一个拉抬的气势 人宝金宝集团是不是有同样的机会 另外一方面就来看一下 刚刚所点名到这个代工大厂广大部分 昨天举行的法术会 手机财报是亮眼的 而奉董事长梁自正 不仅是看好本业的业绩情况之下 夏季也保持是乐观的 最近人民币贬值 干扰着电视大厂的财报 广大也密室 却交出了好的成绩单 大赚了12亿元 手指一点画面投影出来 苹果iWatch 外传今年就要亮相 不负责代工广达 对iWatch还是不愿正面回应 去年我们已经是开始 在量产一些 那个手表方面的产品 我们也会继续投精神下去 我们也希望在这个传来产品里面 能够进一步开发节目 回到法术会现场 广大第一季财报 交出漂亮成绩 营收成长进一层 获利46亿 符合市场预期 展望夏季也不错 第二季的情况 应该会比第一季好 应该你数量上 有10%左右的成长 在一个股上面 那领域方面的话 也是会有一些成长 那那个 这一第三季 那距离比较远一点点 我们还是很 陈胜后 去看这个情形 副董事长梁自证 达保证 今年笔店出货 跟去年持平 不过广达这次 还有亮眼的汇兑收益 人民币近期不断贬值 让不少电视场 蒙受损失 华硕首先受害 今年汇兑收益 比去年大减96% 核数汇率部分 也亏损3到4亿 但广达倒是 缴出12亿的好成绩 我感觉应该在非常短的时间 可能年后 他们的薪资 作业人员的薪资 公司所支付出去的 可能比支付在台湾的 那个作业人员还要高 一席化 绑不命中 台湾低信痛处 广达发出警讯 虽然大陆劳动成本升高 恐怕侵蚀 广达获利 三新闻领详 五款中 桃园采访报道 好 在广达的部分的话 当然林白李董事长 过去跟过来 董事长是好兄弟 可是现在说法的话 根本是难以北斥 一个说是民主不能当饭吃 一个说可以当饭吃 为什么不行 来看看怎么吃法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广达部分的话会赚 有多会赚 第一季获利的话 曾经是一个超标的情况 其中广达在人并贬值 风暴当中的话全身而退 首季的汇兑收益达到12.23亿元 高居各大笔电厂之冠 我看你还要财务操作部分 累计第一季的税后存益的部分 达到46.75亿元 每股税后存益的话 是1.21块钱 超前的法人群所做的预期 董事长林白礼表示说 看好在云端产业 今年底到明年会展现成绩 但据在广达部分的话 这次季报里头所看到 这次超会赚1.21块钱 紧缺部分在哪里 年初尾牙表示 年初当时所做的表示说 今年NB出货的话 年增上看到5到10个百分点 但是昨天改口说 力求持平于去年 昨天外资转为小买904张 这是一个汇兑收益 那么至于在本业的部分的话 当然还是一个思考的重点所在 在广达部分的话 野心姐姐听盖年的评估 在广大的股价表现 能够跟进向人保这样的买盘吗 我对广达这个讯息出来 或许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1.多元好像还不错 但是我们刚才强调 他就是汇兑 因为他是持有美元 所以他没有受到 人民币贬值的影响 然后他也看贬 所谓的人民币持续贬值 所以代表他认为 他的手中的美金部位 他还是会赚钱 可是我觉得他是一个科技公司 他是应该以他本业为主 如果是以汇兑拿来做 他的一个法说 或者一个重点的话 代表他的本业上来讲 当然就是有一个问号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在外资圈上来讲 虽然昨天有小小的回捕 但是实际上来讲 他们是应该对他的一个评价 不是特别特别的高 但是他对今天的盘面上的信心 有没有影响 一定有 因为整体而言 我觉得他本业是不够OK的 但是如果今天居然没有跌的话 因为我们盘面上来讲 现在对那个所谓利空利多的反应 其实是非常不OK的 但是如果这一个讯息出来 他的反应还OK的话 但至少对于这个时间点表示说 外资他还没全面撤出台股 但是如果这样子 如果说盘面上来讲 广达今天的反应也是不OK的 代表说外资他应该是中性 在操作这个大盘 好 这是在广达的一个部分的话 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是一个重头戏 这重头戏在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 在太阳能族群的部分 实际上太阳能族群的话 也是在近来排名当中的话 特别留意到一个重点 但是昨天应该说 在之前所看到欧巴马 这个加持性的效果之后 股价的表现会不会让你比较失望 可是如果回到基本面 您的看法是如何 我们透过画面赶快来看一下 首先要看到 国朔跟朔和的部分的话 这个集团 当时会议程度还不错 第一季会议程度传出的捷报 其中集团双喜 国朔一批是达到0.88块钱 回别连6季的亏损 再看到朔和7.05块钱 创下新高 称贯整个太阳能业的一个部分 好 那么这个部分的话 也请我们的幸福来定名一下下 基本面研究员出身 所看到国朔跟朔和的话 季报真的是发光发热 国朔0.88块钱 终结连6季的亏损 外资连酒卖 不只在国度身上 不少太阳能族群的话 都是在卖 那么在直御卖照进行之下的话 达到9516张 价格也创到近年先帝 头尖顶是不是真的成型了 据在数额方面 7.05块钱创新高 称贯同业 将办20亿的可转换公司 债均线纠结 金融多空将会是一个表态的情况 怎么看听起来是积极力多 就是一个多的方向 好的 我讲台湾人的一个股票 前两天在美国总统欧巴马 要宣誓一个比较多的一个金额 下去做一个补贴的状况之下 表现还不错 不过似乎这个行情 似乎只有一日的一个表现 昨天并没有太多的一个激情 现在随着这个财报 陆续的一个公布 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太阳能它的一个转机性 似乎在财报上 已经开始慢慢的一个浮现 去年其实太阳能 从大概第三季末 第四季初 有一波比较大的一个涨幅 那个时机点上 其实它反映的是所谓 在营收一个成长动能的一个出现 但是其实蛮多的一个公司 特别是这个上游的一个 所谓的累金的一个部分 其实它还是一个亏损的 但是从第一季的财报来看的话 其实像国硕 他已经开始赚钱了 甚至于说像这个 他的一个转投资的这个 硕核的一个部分 其实这个获利 我想也应该是创下这个挂牌以来的 一个新高 所以可以发现 其实这个获利的一个数字 已经开始慢慢出来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 就是说因为最近一些 所谓中小型的一个电子股 它的一个这个资金 有开始慢慢这个 往外跑的一个迹象 所以说其实蛮多的一些 中小型的一些个股 最近其实这个跌势是比较深一点 也就是说即便太阳能 今年第一季的一个财报不错 可是这个多头 可能还要再花一点时间 重新再累据这个能量 慢慢的让整个 例如说像技术面的部分 回到一个比较正轨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认为今年的一个 太阳能的产业趋势是对的 不过就现阶段的一个盘式上来看的话 因为中小型个股 有一些这个资金 在这个卖出的一个压力 所以我想短线上 它可能会先做一个 这个震荡整理的机会比较高一点 再进一步逢利承接 慢慢的等到它现行 打出一个底部出来 我觉得那个时机点 应该慢慢是有机会可以进场的 好 解决这部分的话 也帮我们看一下太阳能族群的部分 事实上有不少法人确言 或者是在散播的投资朋友 手中还不少 但是看起来还不错 股价表现 股价表现是非常的差 但是其实我刚刚 我可能待会投资组合 应该上礼拜投资组合 以后就会有纳在这个其中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来看这个大盘 这大盘到底能不能动手 就是说我们内支 因为我们这个盘面上来讲 还是守在这个位置 外支还没完全弃手 但是我们内支弃手很久了 它弃手都是这些族群 所以这些族群有指标性 如果你业绩又OK 如果你又卖不下去的时候 那代表说内支回场 但是如果它在今天的 这个重要的转折 其实这是很大的一个利多 因为成长高达七八成的幅度 内支还是在砍的时候 那当然代表说 在这个盘面上来讲的话 大家就还是要小心的停看厅 如果是没有的话 今天这个讯息一出来 如果它能够正向反应 至少就是你之前的弱势股 要先止跌 好 这些题材部分 都要特别留心到 那么这是在整个太阳能主意身上 我们准备要先休息一下 除了今天大事迹之外的话 到底还有哪些产业面讯息呢 休息一下再回到今天现场 好 欢迎再度回到节目现场 赶快来看一下今天大事迹 在今天大事迹里头 有哪些重点呢 第一个就是法说会码 中寿 聚机 聚心 F6回 F和副跟F系力的部分 都是重点的法说要定应给大家 资资股上市这里头 也包含预算基因声扬跟台通的部分 Sony跟四科公布财报 以及欧云区三月份的工业生产指数部分 到底结果是如何 都是在今年的大事迹 要特别定应给大家 好 另外一方面的话 又是一个重头戏的开始 要看到整个触控IC厂 敦泰公布低级的财报部分 近赚超过了三亿元 每股税后盈余是5.45块钱 核武法人权所做的预期 不过针对四月初 敦泰宣布要合并去到IC厂 需要之后 股价却一直是滑了 那么董事长胡振大一表示说 合并是互补的技术 结合的忠效 对于未来是相当有信心 全球第二大运动品牌 要进军穿戴市场 这个大订单就抢先被敦泰吃下 带动敦泰第一季财报亮眼 合并营收17.2亿元 近赚三亿元 比去年第四季成长3.4% EPS5.45块钱 敦泰董事长胡振大看考 接下来将会持续成长 也带动13号股价大涨 4.9% 收在255块钱 只是就在敦泰上个月7号 宣布要合并驱动显示器场 需要之后股价就一路下滑 跌幅达18% 胡振大涨赶紧要市场别担心 这个晶片跟这个面板的必须要配合 那一旦我们现在把这个技术结合在一起 我们是可以在今年的第四Q的话 我们第一个IDC的产品 以及营销的产品 就会推到四年上来 敦泰预计今年六月股东会后 递交计划书 明年二月就会正式合并 要继续挑战IC设计股王 单身认为李仙琦 许志雄 李轩 台北曾无导 好 这F敦泰的部分的话是重头戏 那么DG每股赚了5.45块钱 你们家的报纸定的是哪一家的报纸呢 这个5.45块钱有人说好 有人说恐怕不如市场所做的预期 产品转换是列于市场所做的预期 所以外局圈是卖不停 那么整体的后续发展 又该如何做看待 等一下听听看再姐姐您观察 另外一方面的话 包含像小米也好 华通也好的话 这些相关的题材也是后续 我们要听听看在幸福你的定音跟看法 先来看看这个敦泰的部分 F敦泰每股赚5.45块钱 外局圈确实在卖不停 可是特别强调股价表现 跟投资票手上筹码 首先你可能看的是 现在是看到了三例的新闻 所以就把那两个报纸先拿开 我们先看一下 因为实际上来讲 大家要看内容要看很仔细一点 它虽然是淡季缴出了还不错的成绩单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很多东西 都已经开始有一点点的下修 最终它提醒你 下半年会比上半年好 但是五六月会比三四月稍微差 那就代表说其实第二季 它真的要面临一下下五穷六决 如果以这样子推算的话 它的今年的EPS 可能没有办法像去年这么OK 所以这是外置一直卖的原因 其实应该也讲完了 就是高价股 很多人都有在做一个退出的动作 所以它去併吞需要的话 你可以看到需要是 缴出不错的一个成绩单 但是所以在这地方而言 你要看到就是首先法人 他如果再卖卖不下去 那才是真正的一个回股时期 否则来讲这个目前的一个 这样的报告出来 其实不是很OK的 好 其实不是很OK的 倒是在F敦塔的部分的话 我们知道说在法人圈的部分 或者是在散物朋友手中重码的话 其实满期待这样的股票了 那么这部分的话 也听听看在幸福你的定理跟看法 可以变成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机会吗 我是觉得其实IC设计 它现在这个技术的一个方面 都是要持续做一个提升 特别是现在不管是在规格也好 或者说一些比较先进的制程 其实这个泰换的一个速度蛮快的 我想像之前像这个TPK的一个部分 就是这个它原来的技术 被苹果给这个抛弃掉了 所以股价从五六百块跌到一百多 当然其实像这个敦泰的部分 其实我想这个一些管理阶层 早期都从台积电出来 其实技术的一个背景 相当的一个深厚 当然这个股价的部分最近似乎 大概在这个200多块的一个位置 横盘整理也蛮久了 我想今天的一个这个状况来讲的话 是多空都有人做一个解读 其实我们还是要观察 是不是说在后续 不管是从第二季开始 或者说在下半年 它的一个营收跟获利 能够有明显优异 并因为需要之后 这组组能发挥吗 其实我是觉得 短期之内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去做磨合 因为毕竟可能两边的这个员工 还有这个技术 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去做一个调整 初期可能营收会跳起来 但是事实说获利会不会 马上就比较显现了 我想其实这个部分 可能还有一点时间 再去做一些观察 好 幸福另外一方面的话 来看一下小米 小米的话从过去原本十几名 已经要升全球第六大了 刚才那股真的是乐饭的天 因为大家调整出货 那么界面营收不错 当然界面的部分的话 这个是付的 EBS负得2.30块钱 能不能有亏转营这样的机会 再来要看到的是 在概念股里头 也抱在联法克的身上 小米也好 红米也好 这些相关的概念股呢 好的 我觉得其实 现在大家可以发现 这个消费形态 是一个两极化的现象 很多人喜欢到夜市吃 这个所谓这个小股蛋 铜板经济 可能一个50块的硬币 就可以吃饱 当然其实也有一些 高端的一个消费者 可能会跑到这个什么大饭店 吃一颗牛排两三千块等等 同样的其实现在在这个 手机市场也是一样 它的一个消费是两极化 如果说你要这个所谓有品牌 而且这个功能是比较先进的 最新的技术在上面 可能就是类似像Apple啦三星 这些所谓比较领导性的品牌 当然它的一个价格来说的话 当然就会比较贵 特别是像这一次市场有传说 这个i6比较大的这个版本 它可能会采取一个 类似像精品的一个限量销售 可能一支手机就要三四万四五万以上 但是像这个中国 新崛起的这些品牌 其实他们强调的就是性价比 就有点类似我们刚刚讲到 夜市的铜板经济 我就是用一个还不错的品质 然后用一个更实惠的价格 让你觉得说 我对这一支手机是有这个感觉 我想去买它 当然其实就看你说 你是要吃肉还是要吃咖 我想其实以这几款的 这个中国的一个品牌来说的话 其实他们现在的一个市占率 是节节升高 早期大会认为说 你这个品质不好 用三天就落差还是就失去了 不过最近因为其实他们都开始 像国际大厂 例如说像联发科采购一些晶片 或者说其实他们的一个 零组件供应商都可能 原来就是Apple或Samsung的一些供应商 所以说其实现在品质 已经有一定的一个保证 只是说当然品牌的一个观点 有的人会觉得说 反正品牌不用那么多 反正里面功能那么多 我会用的就是打电话 看一看这个上网看一下 LINE看一下Facebook而已 你那个泰炫的功能指纹辨识 有到没有 我手机的底下不要掉下头了 有指纹辨识跟没有 指纹辨识跟没有这样的差别 所以说这会吸引到某一些 就是他认为说 我不需要花这么多钱在一台手机上 所以我认为未来整个的 所谓中国的一个品牌的一个觉醒 其实也代表整个所谓消费的一个 所谓产业的一个轮动 其实在台厂里面 包括像这个联发科 或者说它的一个上游像这个机板的 像紧缩等等 其实这些供应链等等 我认为都有它的相机存在 好 这个概念股的话 的确有它的爆发力跟相机 好 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们来听听一下 接近观察在华通 华通相机赚了0.28块钱 其实这台也没说太多 可是却消耗了HDI版 PCB获利不如一市场所说预期 拉回可以买吗 我觉得大家可以注意到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苹果很多组 它在Q1的业绩交错 都不是很好 包含软板也没有很好 包含所谓的这些PCB的族群 都没有第四季的裁判好 这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都可以看到 苹果几乎所有的出货都是在最后 所以几乎都在第四季时 他们的苹果族的业绩都很OK 但是到第一季 它都没有什么新品出来 因为没有新品出来 你可以看到这些都回得很深 但是这些都是我们说过的 法人才任养在其中 所以我说到它拖到6月 都还是有机会 因为你的新品可能在新的一季 就会出来了 大家都会说华松可能是这四季以后最差的 因为大家都不把之前的第一季 给算在里头 所以它没有跟去年同期比较 如果与去年同期比较 其实它应该是还略有成长的 所以我觉得它如果真的有拉回来 因为毕竟它算是一个蛮大的指标 如果你去看到加联益 那个衰退的幅度的话 那是更惊人的 如果两个都赚0.28元 一个在三十几块 一个在十几块 你认为指标会在看什么地方 所以我觉得苹果族而言的话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靠的是下半年 那大家都是提早卡位 提早卡位之后 第一季的一个业绩 一定不会想象中的OK 那它拉回的修正反而会是一个机会 好 提供还是一个好的机会 另外一方面的话 也来看一下这个重要的一些讯息 也是在金管会前天是火速拍板的 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 未来在第三方支付的业者里头 不只是有除职汇款业务 之前所争取的这个0.20也就是线上除职的 线下交易的功能 以及多币别的除职 跨境交易等等 都会在开放行列之内 也让第三方支付相关的概念股 昨天开盘全面大涨 像iKash或Yoyo卡 以前只能在市街面进行除职消费 但以后在网路上也可以除职消费 现阶段第三方支付会员 只能简单除职小额支付 以后专法过关O2O线上除职 线下交易 也会一并开放 而且现有的电子票证公司 不论是统一iKash 还是Yoyo卡都能切入市场 现在在线下有一些厂商 或许他已经做得不错 可是线上跟线下是不同的领域 那我觉得接下来就大家各凭本事吧 欧富宝总经理林亦宏 欢迎新手加入战局 身为最早的第三方支付业者 看待专法不论是加入多币别出职 还是跨境交易 对业者来说总算有进步 对于现在的整个架构来说 我认为不是完美 但是已经趋于完美了 已经很好了 那整个过程当中 比较可惜的是花了一点时间 收到消息激励 第三方支付个股全面欺账 商店街网家开盘直奔掌停 游戏龙头志冠掌停锁死 橘子Oh My God也上演庆祝行情 而目前专法赶在20号送进行政院 会不会有大幅修改 也成为下一个观察重点 三星文林翔泽 吴凯中台湾报导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讯息里头 所看到第三方支付部分的话 也是近来看起来是一个热炒题材 而且是政策面价值的情况之下 所看到像志冠EPS的话 低级1.67块钱还不错 超乎市场所做的预期 第三方支付加值之后 股价占前高了 可是特别的地方在于 整个相关一些概念股里头 有的整个交流是这个比较小的 当然这里头也担心 又会具备一些危险性 现阶段来看的话 会是一个买盘前进的好时机吗 那么这个部分的话 先听一下再幸福你的判断 其实这个中国大陆有个顺口令 叫做跟着党的政策走 吃喝玩乐不用愁 其实我们在股市的操作也是一样 就是说你要看政府 他在往哪一个区块 哪一个产业去做这个 不管是补助还是推行 我想前面一段时间 这个生技股其实有一波蛮大的涨幅 其实这几年 因为电子业大家发现 过去两兆双新 投了好几世纪 好几百亿 其实一下就被三重给干掉了 好像这个东西 推起来不是这么的顺利 现在它慢慢转往一些 包括像这个生技 一些所谓不管像是文创 还是像这个第三方支付 其实它这个其实实质的内容 是比较丰富 而且它比较不容易被其他的国家 用硬体就是我只要买设备来 原料投进去 然后就好像这个猪肉投进去 香肠自己就会跑出来 然后没什么技术可言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第三方支付 其实在中国大陆 其实已经明显超越我们很多 现在其实他们上网就可以买基金 甚至于说上网你就可以说 只要大家有一个什么 例如说像支付宝那个平台 我就可以送红包不用说好 这过年到还要这个开车 塞了乱七八糟 然后到你家说要跟你拜年送红包 直接在网路上大家有这个平台 红包发一发一个人五块十块人民币 皆大欢喜 其实真的非常方便 当然像志冠来说的话 他这个第一季的获利 不管是从季的还是从年的状况来看 都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成长 其实大家未来看的就是在所谓 这个网路上的一个消费 这样的一个大饼 其实像去年 这个中国大陆最大的一个网购的日子 是出现在所谓的光棍节 就是11月11号就是四个一 一一一中国大陆在光棍节 不知道哪个天才发明的 光一天 中国大陆一天的消费就大概有2000亿的 这个新台币 其实这个比全台湾的一些购物网站等等 其实加起来可能一整年的业绩 都还要来得多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 其实未来这个商机来讲的话 其实想象的空间非常大 刚好志冠其实他除了这个 第三方支付的题材之外 其实他也代理了蛮多的这个 所谓知名的一些 不管是线上还是这个所谓的手机的游戏 包括像现在大家在这个 做节目都在转 转那个叫神魔之塔 还有包括像什么暗黑破坏神 魔兽 这个其实都是非常经典的国外的游戏 所以说他不管是在这个第三方支付 比较偏题材性的 还是说他实质的 代理的这些游戏的部分 其实都还算不错 西副 你的手选在哪里 我是觉得这几家公司 如果单纯就EPS来看的话 当然是志冠目前是这个成长性比较高 那题材性来讲的话 我想志冠 网家 商店街 甚至像这个橘子 或者说像这个Oh my God等等 其实也都有类似这种第三方支付的题材 所以我是认为说也要观察一下 今天这一些个股 因为昨天的表现都非常强势 是不是能够续墙 也是今天盘面上 特别是内支这个区块 会不会持续在运作 这个主要的观察的一个指标的组群 好 那么西副 除了这个志冠第三方支付之外的话 另外一方面的话 这个MOSFET的部分也相当相当关键 今天打开报纸所看到这种一些讯息 瑞萨要退场这个MOSFET 什么东西呢 它是一个低电压经压 整个经养半场效的电晶体 这个电晶体的话 对方的事实上瑞萨要退出这个市场 大宗营运大爆发 这家公司之外的话 会不会有些转单效应 像富鼎 像尼克森 跟进有些吃相机会 这里头退场 请你们看好 看好为什么要退场 当然这里头 也有一些比较积极的接单效应 当然这里头有可能是公司 自己本身的规划 可以期待吗 好的 其实瑞萨是一家日本的大厂 之所以要退出 可能他们认为说 你这个基础太多了 这个就很像鸡肋一样 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 贪不仅 刚才占产能做几天 这样没差一天 所以他会觉得 干脆不如说这个就不做了 但是其实这个市场还是 它是一个算是基本的 这个算电子零组件 当然这个瑞萨退出之后 台厂一些相关的公司 像大宗 大宗其实它是这个6138 茂达的转投资 因为这个大宗目前应该还在新贵 所以说可能这个成交量 会比较小一点 包括像这个茂达 像这个尼克森或富鼎等等 我想其实这个当然是有机会 从这个瑞萨的退场局里面 去占到一些市占率 其实这个股价大家可以发现 其实这个不算是新闻 而是说其实去年大概六七月的时候 瑞萨就已经说我会慢慢的退出 因为他也不可能说一次就马上断货 可能市场会大乱 所以说他就是从去年大概六七月开始 就逐步的告诉市场说 这我没做了 你们要自己赶快想办法去找新的 这个零组件的一个来源 所以说大概从去年第四季开始 包括像这个尼克森 富鼎 茂达 其实股价就有开始慢慢浮现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 其实还可以持续做追踪 好 这还是可以有些其他的地方 倒是另外一方面来听听看 这姐姐你观察 刚刚所看到一些集团股的部分 这个指标看起来都比较强 这看起来会不会担心转弱 怎么说呢 光宝第一季的获利的话 呈现是一个八季新低 法人圈大幅压保 结果会不会担心 刘易失望新的卖牙呢 我们要看到 其实光宝集团的股票 今年年头还不错 可是大概到23月的时候 就高档开始一路做一个拉回 尤其我觉得最弱势的一档股票 就是昂宝 大家可以发现它非常的一个指标性 我是觉得说他们的失望性卖压 大概因为光宝是属于台湾50的股票 所以它会反映在今天 但是整个弱势族群 我一直说弱势族群是关盘的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因为今天这个盘就是你最弱势的族群 如果都跌不下去 那才代表说你会有出现一个转折 否则来讲我们可以刚刚看到 前天是太阳能的股票有利多 它还撑在盘面上 就昨天叫开高走低 那昨天第三方支付的新闻一出来 砰就很多股票涨停板 但是今天千万不能开高走低 如果今天还是走这种一日行情的话 那就代表说盘面上它还是不稳定的 所有的利多 它就是利多反应一点点 但是利空反应非常大 如果说今天连最弱势的族群 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有其实这些 所谓台湾50股票这种新闻出来 负面的不少 但是如果这些负面不少 却没有出现大跌的情形是 那才叫做说大家可以比较积极的看 有没有切入的点 否则来讲你还是要避免这些卖压 是在整工跑部分也包含在红辉 红辉昨天也是跌停板 跌停板之外的话 融质还整个性格大多增加 当然相较于在刚刚所看到一些 像是金人保集团部分 或是人保广大部分的话 有一些多的想象空间 这担心是一个压力吗 西伏 最后帮我们定领一下 好的 我想今天这个盘面上 我们可以观察几个重点 昨天这个外资在连续卖超之后 终于开始买了三十几亿 当然集货的部分昨天也回补了 大概3000多口的一个多单 所以就目前的状况来说的话 虽然说这个好像融资增加的速度 有点快 不过昨天也开始有点退 所以我认为大概目前大概还是不拖 可能大概在8500 或者说到这个9000 这个4500点之间的Range去做 但是现在因为季报的这个状况 好坏差很多 一出来可能很漂亮财经跳空涨停 但是有的出来不好 华硕跳空跌停 所以最近真的是这个好坏差很多 所以我想在选股上 就是稍微要去留意一下 目前是基本面重于这个题材 或重于这个本梦比的一个行情 好 我们先谢谢两位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个节目想继续要锁定投资组合